孝庄太后是历史上有名的人物 她一手撑起了大清王朝 没有功劳也有苦劳 但她却在此后三十七年的时间里都没有被下葬 那么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1688年 孝庄太后已75岁的高龄离世 此后 孝庄遗体一直安放在青东陵大洪门东侧 直到雍正三年才在赞安奉殿的原址处建了灵园 而这一放就是三十七年 其实孝庄对自己百年之后的事情早有安排 她的遗嘱输了三点 第一 不想和黄太极合葬 按正常的程序来说 变后合葬是皇家规制 所以孝庄死后 灵九本应运往圣经与黄太极合葬 但孝庄导释皇太极安葬已久 自己卫悲 不能打扰卫泽之人 第二 不愿饶迷伤财 清朝的后陵规制 一般皇后死的比皇帝晚的话 就要在皇帝陵墓外面修建专门的后陵 而且皇太极是站在圣经 从北京到圣经 路途遥远必定会铺张浪费 这是孝庄不愿见到的 第三不想远离儿孙 孝庄一手带大儿子顺治 为了让顺治大权巩固 日夜操劳 顺治死后 更是全心全意教导康熙李正 对儿子 孙子自然是万般不舍 因此 康熙只好决定暂时把孝庄的灵九 摆放在顺治皇帝的灵墓附近 等日后再想办法 就这样 孝庄的灵九就在这里放置了三十多年的时间 一直到康熙死了 都没有被移入灵墓 雍正登基做了皇帝后 大臣们上奏提议尽快解决孝庄太后的灵九安葬问题 让孝庄太后入土为安 为了不违对孝庄太后遗愿 雍正帝想了个好办法 他命人直接在安放孝庄灵九的宫殿里建了一个灵墓 因为昭西灵 自此 孝庄太后才正式得以下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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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